來,主席,有請一下秘書長 林秘書長 安委員午安 秘書長,剛剛很多委員在關心 這個司法院火速的把原來所謂的保密分案刪掉 那楊連壽在交接的時候講了一席話 也訓了蔚來街的院長 也罵了馬英九總統說他黑手伸進去 那你個人認為這個怎麼樣 這是他個人的意見 你當秘書長,你當幕僚長你的看法呢 我當然不認為是這個樣子 保密分案我剛剛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保密分案是我們 你講給誰聽我不知道 現在是我在質詢你 你講了多少次那是你的事情 請你放尊重一點 對不起 我剛才我再一次的重申 就是說保密分案的本身 是我們賴院長在就任以後 所提出的世息 所謂的世息就是乾淨的透明的便明效率的 世息的一番透明的一番 你不要再證令宣導啦 我只問你在 站在司法院秘書長的看法 針對最高法院的院長交接了說 他這樣的講法你的看法而已啦 你就跟我做證令宣導 沒有 我不認同他的看法 我也不認為這樣是正確的 好啦不認同看法就好了啦 我是認為保密分案也好 或是最高我認為那都不是很重要啦 重要是那個裁判的品質啦 你看歷年來法官也不知道是誰啦 然後呢每次都是發回發回啦 這個就是司法黑手的開始嘛 就是發回耕省 耕的及時省還在耕省啦 這就是大家所詬病的 所以齁秘書長 為什麼剛剛很多委員都提到 整個社會的信任度 還好呢 我看喔 這個社會信任度 這個調查出來齁 你們還比立法委員還要高啦 齁還不錯啦 立法委員的民代齁齁 是整個在整個社會信任的調查度裡面 是排第十八名啦 還比那個大陸親友還低 比外籍勞工比媒體的民嘴 民理師送名還更高一度啦 但是呢檢察官跟法官也是排名在第十五第十六啦 那代表了整個社會信任度 對於我們這些民代也好 對於這個司法審判也好 大家都意見很大 那這個代表了整個大家社會 對於這樣的一個性侵危機啦 那所以說我認為說你們現在要執行官審制 好 那不管官審也好陪審 你剛剛講的官審好像是我們獨創的 你說韓國是類似這樣 那司法院可以去申請這個像愛迪生一樣可以發明的 人家 哦 英美的你連報告裡面也寫得很清楚 他是陪審 那個得法的是一個參審 那好我們要實行這個官審 那我請問這個秘書長 那你要實行這個官審 你這個 目前你們是以嘉義跟士林做這個試驗點 試驗 好 那你們的草案也送來了 那你這個試驗點當中裡面 你為何沒有全面性的試驗 就是因為是試刑 所以沒有全面的就是選擇性試點 特定的案件試點來辦理 就是因為試刑的階段 所以有這樣的選擇 我剛剛知道你會回答試刑 那你這樣變成說 會不會有一國兩制 那你試刑還要三年呢 這麼久 那你為何 不能用一年前面實行 然後 全面試刑 試刑之後 來檢討整個制度的 這個優缺點 那你說這個法案如果將來過了 那你還在試刑 還有一次這三年呢 那你未來新的比如說屏東地院 或是屏東 比如說 這個台中地院 他要實行當中裡面 將來又是一個新的開始 那所以說這個部分上 你們是否會去檢討說 你要試刑 你就全面信 那好 那你這樣一個圖斷的話 那變成說被關在那邊被審判了 會比較衰喔 這是一個問題 當然我知道你們試刑 你現在在一個test階段 一開始這是可以理解 但是好 那你說要試刑 你們到底 編了多少的預算 多少的原額 這一定要增加預算嘛 你裡面的設施一定要改變嘛 好那你 你編了多少錢 這個預算編列 那明年如果 如果下半年度我們把法案送進來 順利通過立法的話 那就是明年開始試刑 那明年都預算是 今年度的下半年 我清楚啦 民主黨 你概括大概一年這樣實行下來 你們試刑 比如說嘉義 那個士林 你這兩個地方 一年要大概花了多少錢 我們目前 今年的宣導費用是一千五百萬元 那至於試刑的時候 他的法庭要改變 要應急軟體 對 都需要 比如說官審員的費用 那你概估 需要 新的這個制度執行下來 全國要大概多少錢 你們應該有 我們沒有估到全國 就是這兩個法院的試刑 這就是說以士林地院大概 秘書長 你們現在這個法草案都已經送進來了 你們還沒有去概括這個預算 兩個法院 就這兩個法院的初步的概算 就是這兩個法院 那你們應該有一個 那你們應該內部有一個詳細的行政規劃作業嘛 那這不是 都表一格啊 你現在既然說你都運行那麼久了 那你這個 這個要送進來 你大概一整年裡面 你整個法院的預算裡面 你這個很好 你們快去年齡應該這個很簡單的道理啊 你應該去概估一下 就是下半明年的概算會送進來 我知道啦 我現在問你 你應該既然草案進來 你們要實行兩個地方了 兩個地方你可以再類比大概幾十個法院 大概這一個概括這個應該都要有啊 因為我們有實行三年的期間啦 那這三年的期間會 會把這個預算整理出來 所以這個法案還是將來送進來還有的審 那當然目前還沒審當中 對於因為這個招委排這樣議程 那我們就有幾個問題了 那你當陪審人 我剛剛看到你們那個三個宣討品 那個陪審人是怎麼篩選出來的 用 就隨機從這個 隨機用電腦做樣 隨機先選出來以後 再由雙方律師 他們會去做一個篩選 好 那這樣篩選出來 那比如說你們又有罰則 不去不行啊 那我就很奇怪了 在國外你比如說 我相信民主黨很清楚 在美國 那個陪審人 他們在審查的那個期間裡面 是很長的 比如說一個月 這一個月是不能回家的呢 那我們是可以回家嗎 我們目前是集中審理 就是說希望在一天之內 一個審判程序可以集中 一天裡面就可以 在整個一天裡面 是盡量採集中審理的這樣一個 集中審理一個司法工房 那也許沒有辦法 一個司法不可能是一天裡面就審判結束嘛 這個就是不曉得啦 那好 那就問題來了 那個秘書長 那如何防圍杜鑑 比如說你剛剛 我看你那個宣討品裡面 唉唷 這有可能 好他陪審我們 姑且不論那個還沒進入到陪審那個品質怎麼樣 這個參審的官審的品質怎麼樣 你說這些人好被抽到啦 那比如說我是一個保險公司的業務員 我或是我一次一個水電工 那我沒有辦法 公司請假只能請一次啊 這讓我們抽到很少耶 要給 機關單位公司那個要給予公假 那另外他來法院 沒有沒有 我知道你們的規範我看過了 給公假沒有錯 而且給出席這個出席會三千塊 今天他不是要這個三千塊啊 但是被抽到的不得不去 那問題是 比如說一個月的審查裡面 有可能要出兩次庭 有可能要弄掉兩天 那對他的整個業務發展 對於被抽中的這些人 是何其無辜啊 他寧願不要領你這三千塊啊 他因為他整個業務的推廣 包括人家 他是一個工廠生產製造業者 他怎麼辦 他是一個製造業者 不能停下來的 那工作又難找 那所以說這個部分 在人道上你們就要去考量啦 那這個怎麼辦 你說不能喔我抽到啦 政治水小 那這個不是當兵耶 這個就牽涉到公益跟私益的權衡啊 他們不是耶穌基督的 你要叫他去做善事 他們要顧過百度耶 所以你這個在設計這個部分上 你要去考慮到 這些比如說他是一個 不管是藍領白領的工作 或是家庭主婦 他總是他有他的工作啊 那好 那好 那現在你說他一去陪審 他又他來他來關審 那好他又回去了 會不會造就另一波的 有可能的司法防牛 司法防牛是 不管有沒有陪審喔 有沒有關審喔 這個司法防牛喔 於是都會有存在的問題 那照你的這樣的邏輯的話 那就不要吃飯了 司法會見到啊 這不是這樣的論述嘛 就在制度上面會去設計嗎 不是 你要去設計 未來有可能 那你如果說 開車很危險啊 會燒龍啊 那你就不要開車啊 你這種走路 你不是這樣嘛 當然很多東西 不管任何的那個 都會有所謂的司法防牛 以現在的司法防牛就很多啦 但是問題是說 我們要設計一個新的制度 你如何防圍杜鑑 如何將這個陪審制度 避免未來有可能司法防牛的 這囂張啊 這都有可能嘛 有可能說比如說 抽中喔 這個當事人 我們都知道當事人是誰啊 原告是誰啊 這個被告是誰啊 然後這個被告之後 有可能私下授受 那你們怎麼去 你們怎麼去防堵 那這個就是在我們在相關的 執法裡面會去設計這些規範 委員指教的東西 我們也是也盡量去想 你說對於官審員 你不能去恐嚇他 你也不能對官審員的一個官說 這些都會有相關的規範的 好規範 那你現在如果被抽中的那個 算很倒楣啦 那而且他如果沒有辦法參與決定 那等於是一個人型立牌在那邊嘛 就擺幾個花瓶 就用五個人型立牌在那裡 喔我有陪審 他還不能去決定 整個當然是法官的權利 所以他是專業的法官 三個法官 不管是審判長 受命法官 賠儀法官 他們都是專業的法律被領 好那你這個賠審的意義 官審的意義 那只能說跟內襲是差不了多少 他還是可以表達意見 那只是意見陳述 法官不聽 承判長不聽 你法官不踩他的意見 必須在法官必須在他的判決書裡面 要說明不踩的理由 那這個就有很大的一個實質上面的意義了 可以不踩他的理由 然後 你要說明 好那說明之後 他應用引軍地點的這個法律條文 你照樣 那這個官審就等於是多餘了 不會啊 那這個上訴到二審的時候 二審法官可以來檢查這個東西啊 那二審法官也照樣 也照樣 檢查到這樣的東西之後 那這樣的品質就會比較好嗎 那當然啊 因為國民的意見在判決裡面會呈現嘛 那這個判決又是可以接受公平的啊 大家在判決確定以後 大家可以來評論 參決公平 我們都期望 未來這個官員還沒實行 現在在試行階段 有很多 有可能未來的弊端 或是有可能他的盲點 我們先在這邊一一先提出 未來你們在法的制定上 修理上 的一個制定上 如何在整個這個法條上 的一個制定裡面去環圍杜鑑 我想我們是 一個這樣的一個鞭策 跟這樣的提出 我是非常謝謝您的 那我們想說 你比如說我當事人被抽中了 那怎麼辦 這不是當兵耶 這不是說我去或妨礙兵義法 兵義當兵是有兵義法耶 那我被抽中的篩選到了 那我不去那我的工作怎麼辦 那我不去要被罰款 那我去了我的工作怎麼辦 而且審判期間是那麼長 這個審理期間不是一天兩天耶 那對人家怎麼交代 我認為這些都是要 對站在人道考量 要參與公共品質的話 公民來參與的話 是很好的利益 但是問題 未來這個公民所造成的一個麻煩 這才是我們未來要去處理的啊 是我們會把這一路納入考慮 審慎的檢討 好 謝謝